这就是山体的整体一部分 现在我们要通过台阶 慢慢地走到这家美宿当中去 现在在我手边的这个石墓的扶手 也真的是很真实地存在着 完全石墓 小这个流水 还有我们的石板沿路 你看此刻 我们沐浴着阳光 听着风声还有水流声 是不是很惬意啊 在这还能够看到很多的 来这采风的一些画 看这幅画上 是不是有一些很熟悉的面孔 我们的文字博物馆 文风塔都出现在这里了 还和石板沿融合在一起 我们现在从侧面来看到呢 它的整体的设计 也完全是不规则的 越是这种不规则的建筑呢 反而会容易吸引大家 首先来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休息的小餐厅 有没有听到流水的声音 我们刚刚在外面听到的那个 哗啦啦的流水 就是从这儿而来 很奇怪吧 在这儿还有小池塘 养了一些小鱼 这些水从哪儿来呢 又是哪里的水呢 大家跟我来看一看吧 您敢相信吗 在这个屋子里竟然有一眼泉 没错 泉水在屋子里 它就在这个位置 跟着我们的脚步 您能够看到吗 从这个山缝当中 慢慢的就流出来了 而且据我们的店主介绍啊 这个小泉水 它还有一段小故事 当他们在建筑的时候呢 发现这儿有一泉水 有很多人说 哎呀这屋子里面有泉水的 要不堵掉吧 但是他的主理人说 不一定要留下它 所以才形容了现在 形成了现在的这个自然的风光 同时呢 还将这一眼泉水呢 良好的利用了起来 并且在屋里设计了 我们的这个小池塘啊 养着小鱼啊 很多的游客来到这儿 都被这个环境所吸引了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了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这应该叫做二楼嘛 因为整个我们走楼梯上来的时候 感觉还是挺多的 对 这里面是有一些住宿的房间在 我们继续上楼 你有注意到吗 这个楼梯啊 它不是脏了 这是一种很别致的设计方式 泼墨 你仿佛就觉得 是一瓶墨水 整个的顺着我们的楼梯 滑了下来 是不是也有点像刚刚那泉泉水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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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